各位东奥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那这一讲呢,我们学习的是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在现实当中远远比我们教材的重要 言外之意,我们第五章的教材的内容不是重要章节 话说回来,在第五章的备考学习当中,它的考点并没有那么恐怖 我们回到各节来给大家说每一节相对来讲的重要内容 那整个这一章需要掌握的内容,我们在每一节每一节呢,并不多 老师呢,相对来讲给大家了一个寻找出来这一章的考点 比如说,我们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这是第五章的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节呢,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那么就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右手去审计假公司的报表 它依赖信息技术 特别是大家说什么互联网公司啊 什么金融企业啊 它确实,它的经营活动依赖了信息技术 它对内部控制有影响 那么信息技术本身呢,我们需要了解 我要了解什么呢?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应用控制和这个公司层面的控制 所以我们这个考点清单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 言外之意是一个问题 你不是要考虑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吗? 那信息技术本身有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 你要了解,你要测试 还有这个信息技术是被审计单位假公司的 假公司的控制呢,环境叫公司层面的控制 好,那在我们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当中 又要落脚点落到两个 对审计有什么影响? 对审计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们本节给大家找到的五个考,六个考点 大家掌握就OK了 就OK了 这是我们本节的六节内容我们梳理出来的 那在考前分析当中 老师一定跟大家非常明确的说了 这一章并不重要 那刚才提到了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信息技术本身就内涵包含提中之一 就有一般控制应用控制 当我们ABC事务所去审计一家被审计单位 假公司的时候 那么这个被审计单位 他在经营管理活动当中 包括他在财务报表的编报过程当中 利用了信息技术 那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公司层面的控制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 公司层面的控制 三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问题打开的内容 同时呢 我们要回答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到底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是本章的核心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是 右手去审计假公司来讨论的问题 对我的审计范围有什么影响 这也是本章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了 那么从考情分析当中 我们还要问自己 第五章考什么题呢 单选多选 然后呢 在中科题当中可能涉及 好 那教材的内容 在2021年本章的内容 没有修订是好事情 因为现实当中信息技术 对审计的影响 对会计的影响太大了 大的超过我们的想象 大的连有的这个学校 都把专业在调整 调整什么呢 调整机器人会计 对不对 调整为人工智能 什么语音 什么这个很多的专业 都在加这个元素 这就说明现实的重要性 远远比写在教材的 要丰满的多 那么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教材 目前还没有修改 那么很显然这个教材 已经落后于现实了 那是好事啊 对2021年来的好事 如果2022年 我们第五章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写很多写很多 什么机器人之类的东西 那么对我们的学习和背考来讲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我们考这个内容的同学 对这个信息技术并不是很在行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回到本章 一共有六节内容 第六节可以秒杀 不管它 第一节呢 其实只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 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请注意一定要说到一个场景 场景是什么呢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 ABC事务所 审计甲公司 比如说 我审计甲公司 2020年的财务报表 这个财务报表 当然是年度财务报表 我们在这个背景 在这个场景下 我要了解 被审计单位甲公司的 包括了解它的内部控制 因为它内部控制是 它自己制定的政策和程序 有公司层面 或者叫整体层面 有业务层面 我们作为右手 ABC事务所 或者是说我们 A住在会计室 我要去了解 由于它的 或者由于 被审计单位甲公司 它可能高度依赖信息技术 或者它一部分依赖信息技术 那么自然就会对它的 经营管理的过程有影响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请注意 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是很显然的 那影响什么呢 那就要提出问题 对吧 影不影响它的目标呢 不 影响不了 内部控制的目标 影响不了 因为内部控制设计 执行 维护 是要防止发现纠正错保 这是它的初心 初心不会改 好 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呢 那我们的当下 注册快递是在这个信息化环境下 我们右手 ABC事务所 神力甲公司 面对着甲公司 它所在的行业 比如说互联网公司 金融企业 也包括互联网的交易公司 比如说我们冬奥快递在线 对不对 如果你作为ABC事务所 你作为A住的快递 是作为项目伙伙人 你假定来审计 我们冬奥快递在线 那冬奥快递在线 是一个互联网的 教育集团公司 那么我们面临着 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把这些新的问题 以及我如何去解决 我们这些问题 作为本章 本节第二个问题 这其实不叫一个考点 它叫一个话题 这就是本节 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 对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的影响 有什么影响 有好处 影响有正面 还有负面 有好处 也会带来风险 但是不改变什么呢 内部控制的目标 所以如果说 第一个考点 有什么要掌握的 就是这一句话 它不改变内部控制的目标 它改变了什么呢 形式 什么形式呢 自动化 它有人工 变成高度自动化 内涵 由于你自动化了 那有一部分呢 它的内涵 它包含的内容 你呢 作为右手 你自然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你需要有 这个方面的专家来了解 你的团队里面 就要包含 懂这个信息技术的人 好 这个信息技术 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各位同学 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ABC事务所 审计假公司 信息技术 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是对左手的影响 背市里单位的影响 对背市里单位 内部控制的影响 不会改变内部控制本身 你设计执行 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第一个目标是合理 合法合规 第二个是经营的效率效果 第三个呢 是它的报告 要真实完整 这是内部控制 设计执行和维护 要合理保证的 不改变 一二三 那么改变什么呢 比如说 信息系统 比如说 我的控制活动 我在线上 所以我们在2020年 到2021年 我们懂得了一个什么 叫线上 一个叫线下 是不是 别说是 信息技术 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其实我们考试也可以 线上线下 我们在论文打编的时候 是线上还是线下 我们上课 我们曾经在教室里上课的 那么长时间的一个习惯 我们变成线上 这有影响吗 当然 生活无处不神经 对不对 这个影响是一种方式 但是它不改变目标 比如说在线上 线上 你要考试吧 你要答题吧 那你当然 它出现了新的问题 你怎么就反控呢 比如说论文打编 我在线上打 比如说研究生 复试 我在线上来复试 比如说开会 我在线上来开会 那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但是我最终的目标 我的质量不能降低 我线上线下 是不是 这个大家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听懂就可以了 信息技术 没有改变内部控制的目标 内部控制有几个目标 一二三 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合法合规 你不能说线上我就违法违规吧 然后呢 我的经营要有效率效果 我还是要追求什么 盈利吧 或者是 股东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吧 我要赚钱吧 第三 我不认识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线上线下的报告 你要真实完整吧 这个不变 改变了什么呢 形式 改变了什么呢 内涵有的内容变了 增加了内容 目标不变 好 懂得这句话就OK了 那在我们第二个考点 也就是第五章第一节 增加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啊 作为右手 ABC事务所审计甲公司 这个信息技术啊 作者快递是在信息环境下 哎呀 面临着有问题 刚才说了 内部控制的形式内涵变了 甚至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 它是快递机器人编出来的 它的纳税也是依赖信息技术的 所以我们去审计的时候 当然就有一些变化 我们怎么去面临这些变化 我们教材里加了一个话题 就是挑战 这个挑战呢 教材里写了八个内容 这个八个内容当中 我们落到右手 审计左手 先说右手 那你谁来接受挑战呢 我们从八分之八来理解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里的人 应该是符合型人才 既有懂会计 懂审计 懂税务 还有懂这个信息技术的 我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去什么 去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所以他需要有专业人士参与 就是懂信息技术的 这是第八个点 一共有八个点 第二呢 我这八分之八里面 有人懂 就说明我们整个团队里面的 知识结构 不能是单一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 审计的 面对着这些问题 我就识别风险 应对风险 所以我们说 对审计的策略范围 内容方法 手段 我要调整 就是我知识结构 那么怎么去调整呢 八分之六 审计技术 审计技术 我的技术要调整 我们有审计机器人 对不对 好 八 七 六 干嘛呢 因为我不调整 我就找不到审计的线索 八分之五 它的线索是 信息化 它的线索不是纸直的 封城起来了 线索有印象 然后内容就加了 它除了手工那一套 它又自动处理了这一套 八分之四 它为什么加了呢 因为左手 左手怎么呢 左手 它的业务流程 自动化 内部控制 从线下到线上 自动化 业务流程 内部控制 自动化 所以我们现在 从2020到2021 我们在买买买 包括买个快餐 我们都在线上下单 通买外卖 大家天天有外卖 外卖 怎么买的 线上 对吧 线上 过去呢 过去有的 这个同学就描述 哎呀 我是这个公司的小菜鸟 我干嘛呀 我跟那个领导买咖啡呢 现在不让你买 只要你点单 你问领导点一个咖啡 然后小哥就送来了 你下楼就拿一下 因为你看啊 就是做这么简单的一个餐饮业 或者有一些公司的产品 它就到了线上 线下 那么在2020年就更突出了 我们前不说美团 什么拼多多 这是平台公司 我们说 曾经我们说就买一个盒 买买一个 买一个 一个什么 比如说海底捞 我们曾经是到海底捞的这个餐厅去吃的 然后呢 由于疫情的影响 他们又转了线上 对吧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当下 而且又碰到了疫情的影响 所以很多的公司的业务流程 它就依赖了信息技术 它的内部控制呢 就依赖信息技术 或者是线上线下结合 或者是自动化的成本再增加 从左到右 左第一个 业务 它依赖信息技术了 那么它的这个业务当中 上游是业务 中游下游产生数据 业务 财务 大家都听过 那么我轻盈的数据 构成我财务报表的数据呢 财务呢 我上游业务 以来信息技术 我中游下游的财务数据 以来信息技术 这是目前非常突出的 大家都能够理解 好 一是业务 二是系统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我们顺着讲 左手 业务 自动化 越来越依赖 它的内部控制 也是在 跟着业务来的嘛 业务内控 线下 线上 到线上 然后呢 依赖信息技术 或者是 自动化成都在增加 那么 它的业务 这个过程中 产生的财务数据 上游业务 中下游财务 业财融合 它也是 以来信息技术了 如果背识你单位 是这样的特点 那八分之三 就是我的范围 就多了一块哦 我的范围 就要增加 信息技术的问题哦 相对于 传统的 这个 手工控制嘛 你说信息技术 另一种就是非 信息技术就是人工 那么 这个范围 就加了难度了 加了一块了 八分之三 那么范围 就无形当中 跟人工控制相比 加了一块 那么内容就变了嘛 范围就决定 我的内容 八分之四 我的线索 线上线下的是不同的 线上的 或者自动化的 它就隐藏一些 八分之五 那咋办呢 右手 右手 技术 审计技术要改进呢 我的知识结构要调整呢 我的团队 要有牛人加入啊 专业人士加入 这就是一个话题 大家能把它说清楚就可以了 从左手到右手 从右手到左手 八个问题 这就是第一节 够了 第二节 看起来很吓人 其实这个问题呢 它是一个夸张节的 如果第五章 你不学 你第七章也要学 第七章第四节 你要了解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 有人工 有自动化 自动化就是这里所说的信息技术的控制 注意啊 我们在第七章叫自动化控制 也可以叫信息技术控制 那么信息技术控制呢 它有本身不可分割的两个内容 叫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 它是不可分割的 应用控制靠一般控制去支撑 如果只有一般控制没有应用控制 它的那个模块 没有办法来 没有内容 所以不同装懂 一般控制应用控制不可分 否则就不是信息技术 你信息技术你如果说只有应用控制 没有一般控制 那就不叫信息技术 那是怎么来控制的呢 好 我说我们信息技术有一般控制 但是它后面没有载体 它没有应用模块 你就实现不了控制的目的 对吧 所以无论你懂还是不懂 这个内容你强加给自己 生活当中你都懂 只是你放到审计当中 这个说法就好像给你隔远了 你觉得很陌生 比如说咱们很简单 打开微信 打开支付宝 或者打开我们银行 比如说中国银行的APP 打开我们冬号快递在线 都一样 这背后就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应用控制 那你冬号快递在线 你来听住快的课 这就是一个应用模块 你来听什么中级 快递实务的考试 又是一个模块 那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就是一般控制 然后你应用控制就是产品模块 然后你打开这个微信 你打开微信里面 你可以怎么样 点餐 对不对 你可以买票 好 比如说你打开一个 支付宝 一样的 那么他有一般控制 有应用控制 东奥快递在线 东奥这个微信 还有支付宝 他背后是谁啊 是这家公司 那么是这一家公司的信息技术 那么有一个概念 你一觉得很陌生 其实就叫公司层面 你自己都可以想象的出来 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 他背后就有公司层面的控制 对不对 那么他影响一般控制 我们把公司层面的控制叫A 那么他影响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 B和C不可缺 所以这好像是三个考点 其实是一个考点 那一般控制是什么呢 支撑应用控制的 说一般控制 你就想应用控制 他支撑应用控制 应用控制呢 在一般控制上 联系业务或产品 让这个一般控制就发挥作用 那一般控制 我们用文字做的话说呢 是保存系统的安全 对整个信息系统 以及外部环境要受实施的 要对所有的应用模块 和控制模块 具有普遍影响的控制 你看到一般控制就想到 他是对应用模块 或者有普遍影响的控制 那么但是他对应用模块 有普遍影响 一般来讲他是间谍 有的时候也可以产生直接的效果 那他包括哪些环节 来不懂装动 就是我们说的软件 一般控制就是软件 那软件要开发 要访问 要运行 其中有可能要变更 或者叫升级 那这个四个环节 这是他的一般的知识 我们要背下来 没有什么不得了 你只有把它理解了以后 你掌握呗 好比如说2018年就考到了单选题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A比C D你看啊 A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B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谁都说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一般控制一般控制 选项A怎么说呢 只能对这个认定 做出间接的 我们说有些可以执行 他说对应用控制 他说一般控制就要说应用控制 对不对 有普遍 是的 他包括开发程序 开发 变更 访问 运行 是的 这是他的四个环节 他是保证系统的安全 支撑应用控制模块 是的 那么我们作为尝试 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好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不可分 应用控制的背后 有一般控制来支撑 那么在一般控制下 他就处理一些四项和业务 达到处理业务的目标 那么他的处理的时候 他有输入输出 中间有一个处理运行的过程 处理的过程 他有输入 比如说你要转账 你输一个什么 然后呢 这种转了没有 转了 钱转给他了 转给小明了 中间有一个处理 这个很简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很关注什么呢 关注这个数据 完整 准确 还有呢 是不是真的 好 第三个问题 他们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关系就是 公司层面 比如说是微信公司呢 还是支货宝公司呢 还是我们冬奥会计在线呢 我冬奥教育集团呢 这就是公司层面 你冬奥教育集团 你要重视这个信息技术 那你就要有团队 比如说我们2021年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公司层面的控制 有的团队在支撑 怎么来支撑我们老师讲课 对吧 公司层面的控制 那怎么去研发 那怎么去 公司怎么去招聘 这些专业的人员 这些人员怎么研发产品 技术 那围绕我们这个信息技术 支撑我们这个各个模块 好 那么我们说 自然如果是控制层面是A 我一般控制是B 应用控制是C A呢 就影响A和B和C B呢 就支撑C C呢 就实现这个 在一般控制下实现处理产品 或业务的功能 他们就是这个关系了 这个关系 那我们这个关系大概懂了 老师我大概懂了 这个是 是一个环境 然后清洗技术呢 就必须包括 二和三 是的 二呢 支撑三的 三呢 就跟那个 四项或者产品挂钩 那我怎么说呢 好像到底懂 是的 我们用专业的术语来说 专业的术语来说 审计员 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 它有点长 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 你呢 只有英武学舍 公司层面 信息技术控制 公司层面 信息技术控制 对应于什么呢 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 公司层面 控制 请大家接受这种表达 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 是公司信息技术控制 因为你谈公司层面的 信息技术控制 A的话 它就是为了谈B和C的 是这个公司的信息技术 环境基础 基调 是基调 是基调 那一般控制呢 支持应用控制 是应用控制的基础 应用控制呢 着地 跟什么着地啊 产品服务着地 好 那么公司层面的控制的要素 会影响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 A肯定影响什么 B和C B又影响C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那么我们在 我们现在要审计这个 东奥会计在线 东奥教育集团 我要了解 公司层面的控制 我们 因为它是一个互联网的 教育集团 所以我首先要执行 公司层面的 然后呢 我就要了解 它背后的一般控制 和各个应用模块 叫应用控制 它就这么一个逻辑 它有步骤 第一步是了解什么 公司层面的 控制环境 第二我识别出一般控制 和应用控制 各个业务模块 就是应用控制 我们这一章呢 六节内容 对不对 不是重要的章节 但是呢 由于被审计单位 依赖信息接触控制 我们又要去了解 被审计单位 了解内部控制 测试内部控制 这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 了解内部控制 必须了解 了解的内部控制呢 它是信息技术控制 是假公司的信息技术控制 如果说我了解的呢 根据我们审计准则 预期有效 我是要做测试的 测试了以后 我要评估真的有效吗 我后面肯定要做 实质应程序的 只是多做少做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信息技术的控制 我在了解 我在测试的时候 它就可以放在综合题 放在综合题的背后呢 其实就是我们风险导向 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流程去 获取证据 那在这个流程去获取证据的时候 我们不讨论信息技术 那换一种说法 你的了解内部控制 你有人工 有自动化 我们说的口 更加接近一气点 是人工还是自动化呢 我们说的文周周一点 就叫是人工控制呢 还是信息技术控制呢 对吧 好 我们在综合题的资料室里面 他有一个事项 他就这么说的 贾工资的收入交易 高度依赖信息技术 高度依赖信息技术 比如说大金融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依赖信息技术 对 还何况是 银行证券保险 基金大金融公司 我们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东华快捷在线 是不是 他也依赖信息技术 他就是你在线上 哪怕我们在 11月11号 我们在 3月 什么8号 我们在 12月12号 我们在什么 6月18号 各种这种 哎 线上 我们做 哎呀 这个 直播 对吧 然后呢 秒 秒课件 秒书 对不对 双11双12等等的 哎 我们在这里卖产品 冬奥呢 冬奥教育集团 哎 那我们的收入呢 说我们在天猫销售多少 他就是收入以来 这一个模块 在天猫销售的 就以来信息系统 对吧 这大家都听得懂 有的同学 有的老师 我呢 我去买口红啊 我买面包啊 哎 我也是在线上 那么卖口红的公司呢 卖面包的公司呢 他没有门店 他全部是线上 这就是说 哦 你卖口红 卖面包 哎 你的收入 高度以来信息系统 那么 这一句话呢 在我们考生朋友 你的生活里面 其实你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你不能假装 这句话高深莫测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站的是右手 去审计假公司 假公司卖什么 假公司卖冬奥快递 在这书 瓦克 他是在双十一里 你秒单的 很优惠 哎 作为东奥教育集团 他的收入 在双十一 在天毛上的享受 是线上的多少多少 对不对 懂了吧 然后呢 你得买口红 你得买衣服 你得买一个面包 或者你买这个高低车票 线上吧 或者你叫一个车 线上吧 所以那那你想一想 这个卖产品的公司 他的收入 去依赖了信息系统 好 这句话 不作为不得了 我们太懂了 对不对 我们各位同学 是听得懂的 Besney单位假公司的收入 高度依赖信息系统 那作为右手 去审计假公司呢 我要了解 信息系统 好 他说 我信息技术专家 对这个系统 和收入的应用控制 你看啊 进行了测试 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 进行了测试 因为你高度依赖这个系统 我肯定要了解 我了解了 我了解 这个信息系统呢 它很特殊 这里隐含着一个知识点 我了解的时候 我利用专家 就做穿行测试 我只要穿行 一笔业务就够了 一笔到两笔 所以他说 AB15所的专家呢 对假公司的信息系统 一般控制和收入的 信息系统的应用控制 进行了测试 结果满意 问我们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了解是必须的 不能说我不了解 而且我们通过穿行测试 去了解 我如果了解了 一笔 我认为 制度设计是有效的 正在执行 我就认为 只要你这个软件不改 我认为你运行也是有效的 注意啊 对于一个 一贯运行的 自动化控制 应用控制 如果我了解了一般控制 它背后的一般控制 没有 没有变动 我们了解了应用控制 又了解了一般控制 它没有变动 那么 我应用控制 我都不测试 因为我通过穿行测试 去了解的同时 我还知道它有效呢 所以有的同学说 老师你看啊 他怎么没了解呢 是不是 利用专家对他的 这个进行的测试 因为了解是谈 都不用谈的 了解是肯定要了解的 知道吗 预期有效 我肯定是要测试的 所以这个就没有抽 好 本章考点不多 我们不要逗留时间太长 因此 老师就 把各节的重点 给大家说出来 那么第三节 相对要难一点 信息技术 对审定有什么影响 体制问题回答问题 对范围的确定 有什么影响 体制问题回答问题 还有具体来讲 影响当中 那么一般控制 如果有缺陷 那么这个应用控制 还能信赖吗 控制 应用控制 如果风险比较高 我实质应程序 就要多做 这三和四事 它影响当中 把它特写 特写 所以如果把三和四去掉 本节就讨论两个问题 信息技术 对审定有什么影响 对范围的确定 有什么影响 三和四事当中的内容 揪出来 再讨论一下 对 那信息技术 对审定的影响 对不起 这个点要考 多选题的话 你真的只有背 五个 只要谈信息技术 对审定的影响 你就想到 我ABC审定假公司 我ABC去审的时候 线索看不见了 第二来 我技术要 要有新的技术 我右手 又看不见线索了 线索隐藏了 所以我要有技术 然后呢 我对内部公司了解 它有线上 有线下 所以我了解内控是必须的 这个有影响 所以我在制定方案的时候 我要有什么 这个方面的专家吧 我内容肯定加了一块 因为原来是手工 现在是信息技术嘛 然后我的知识结构要变 它依然要放在一个右手 去审计假公司 2020年 这个财务报表的过程当中 我要了解 了解识别评估应对 所以我 我去了解信息技术控制 去测试信息技术控制的时候 我凭会计审计的知识 是不够的 我还要其他的知识 对吧 这个就是第五个 对我注册管理师的知识 技能经验 或者我还要请专家 让我的内容有影响 我就审计它 信息技术 程度越高 我这一块 我需要什么呀 去了解和测试 我对内部控制有影响 我也了解测试 我技术要增加 我的线索 有的数据是隐藏的 还有呢 并不是纸子的 它有垫子和其他介质 所以这是线索 那这个五个点呢 你顺着来 倒着来 你把它掌握 它并不是那么恐怖 但是你不看不记 你不背这五个要点 恐怕不行 比如说 2020年 单选题 它说不受背景单位 信息系统的设计和运行 直接影响的是什么 那反过来 直接影响的 有影响的是什么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影响我的目标的 我的目标是合理保证 不能说你这个信息系统 你这个信息系统的设计和运行 影响我优手的合理保证 我审计的是报表 无论你是依赖信息技术环境下 还是你被审计单位 还是依赖的程度很高 还是不高 我的审计目标不便 合理保证查出财务费的重大抽保 所以这个一看就是不影响 那么对我的了解识别评估 当然有一些影响 了解识别评估有影响 对不对 对我的证据有影响 就是你要看到 联系你的生活的体验 这个选项第一看 就知道是不影响 比如说2019年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我们刚才讲到了 对我的知识结构 对我的这个 内部控制 对我的线索内容 都有影响吧 好 那么比如说ABCD 他问错误的是 住在快递 对信息技术的影响 不改变我的目标 重复靠吧 那目标我怎么会改变呢 我的目标是了解 识别评估 应该这种合理保证 是不是 不改变 好这是对的 然后需要我获取的证据的性质 有自动化的 或者线上线下 或者是电子 其他介质的 那有影响 然后呢 影响我的内容 是的 加了一块 他说不影响我获取证据的数量 那这个是有影响的 对我的数量肯定是有影响的 可能多还可能少 对不对 好 第二个考点 提出问题回答问题 信息技术审计范围 对我审计范围的确定有影响吗 有 这个稍微的要注意一下 他就强调一个业才融合 因为我信息技术是被审计单位的信息技术 我用手实际审计它 被审计单位先有业务 再有系统 再有财务 我们审计的当然是要去评价财务数据的 那么他有业务有模块 模块后面每一个业务模块的背后有信息系统 这个信息系统一直都有 是人工还是自动化 一直有是个系统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财务数据 所以你把这三个字 业务系统 信息系统 财务数据 我审计呢 我发表意见的对象是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呢 它背后的实质的内容是财务数据 但是由于你采用了信息技术 我得了解 信息技术对你的业务的影响 系统的影响 你把这三个概念要搞清楚 好 那么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分总体要求和业务 业务肯定有吧 还有呢 信息系统 对不对 还有呢 环境 我们分成这个四个方面 那么总的要求是什么呢 总的要求就是老师跟你讲的 你这个背后的单位 他的经营的特点 依赖信息技术 他该干什么 干什么 你依赖就是他这个系统 去支撑他的业务 那么我的数据是在这个系统 就加了一个环节 你业务还是业务 比如说 我们知道 这个星巴克卖咖啡 他的业务就是卖咖啡 或者是其他的点心 那么他有线上有线下 对不对 原来是门店 现在线上线下都有 那就系统呗 那么线上线下当中 我要的是什么 周围我省地 财务数据 无非就是加了这么一个 成分 或者这个成分 我的业务非常依赖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信息技术的范围 与我的业务和系统 正相关 我越依赖 我的业务越依赖信息系统 那我的数据就在这个信息 那种生成 那我就越要去了解 就是正相关 好 那我接着就要谈业务 再来谈 如果业务是一 那么信息系统就是二 对不对 那一是什么呢 业务 这个业务呢 是怎么样一个业务 有部门 有人员 有操作 无论是 其实你这个业务 线上线下都有 你要对这个业务怎么处理 怎么下单 怎么配偿 怎么 怎么派送 怎么收货 怎么收钱 怎么退货 就是业务呗 信息系统呢 就跟那个业务 去满足各类业务 产生的数据呗 它有个计算 数据 对不对 包括你的传输数据 数据的传输和审问的传输 集成保存 好 信息技术环境 规模就是你依赖的程度 还有呢 你你这个信息技术环境 你自己开发不了 你外包 有可能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句话 我了解与审计相关的 信息技术的一般控制 和应用控制 这就是我们说 如果信息技术的程度 无论被神力单位的程度如何 我都要了解 我了解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 我都要了解 这是了解内部控制的要求 好 信息技术环境复杂 并不代表系统复杂 我们来看2016年就这个点 系统的复杂程度 它背后是环境 就是这个公式的环境 我们知道 业务模块 信息系统模块 背后支撑的是这个公式的模块 对吧 说信息系统 你就知道这个信息系统 它最终是跟那个业务有关的 业务背后 信息系统 这个信息系统 处理这个业务之后 财务数据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们审计财务数据吧 对不对 最终对报表发表意见 好 那么ABCD当中 它说信息系统环境复杂 意味着系统也是复杂 这个就刚好错了 不一定 不一定 好 那么第三个考点和第四个考点 只是把一个问题拉出来特写 那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它有一般控制对吧 它有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 如果一般控制无效呢 哦 那就这个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它就对应用控制有影响 是不是 一般控制是报表层 如果它无效 那认定层的 那个错报就增加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对不对 那么如果一般控制有效呢 那么一般控制有效 那么这个应用模块就有了基础 我就不把它评估为高水平 风险 还有呢 你在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的背后 你是要有公司层面的 我先要看公司层面的 这个公司 它的基调 是什么呗 一般控制是基础 公司层面的控制是基调 也就是它的价值观 也是它的价值观 大家看过315 曝光的 有一些信息技术的公司 通过人力识别 去拿到了客户的一些资料 对不对 好 第四个 那一般控制背后 一般控制是支撑应用控制的 如果我了解一般控制 了解应用控制 我都要了解 我了解一般控制是有效的 我也了解应用控制是有效的 我还就通过创型测试的了解 同时我也做了控制 也是有效的 那我们说 实质应程序怎么了 少做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并不认为是信息技术决定的 你是人工控制 是信息技术控制 我们都是这个道理 信息技术控制和人工控制 只是控制的方式 不同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应用控制跟某一个认定有关 如果我们认为它运行有效 那么我就少做什么 实质性程序 这是我们审计的流程决定的 我们了解内控 无论是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我都要了解 对吧 而且我是通过创型测试 如果有效 我就控制测试 说有效 那我就少做实质应程序 所以第四个考点 看起来很悬 其实很简单 所以我们说 了解应用控制运行有效 就减少实质应程序 对的 本章第四节呢 其实也没什么考点 比如说电子标格的运用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计算机辅助 审计技术呢 一直都有 比如说刘老师上大学的时候 计算机辅助 审计技术一直有 现在何止是辅助 非常依赖 所以我们教材 三十多年没变 计算机辅助 审计技术 它是什么意思 通过这个程序 来帮助我们审计 审计干嘛呀 获取证据 我了解测试 获取证据 我这个计算机辅助 审计技术 主要用在哪里呢 我们用在这里 你看 了解被审计单位 机器环境 包括了解内部控制 然后呢 控制测试 然后后面呢 我作为报表 财务报表 审计我肯定要做实施性程序 那你觉得 我把计算机辅助 审计技术 用在哪里比较多呢 是用在了解内控吗 No 用在了解被审计单位 机器环境吗 No 是用在控制测试吗 可以用 但是最用的多的不是他 而是分析程序 那你就得出一个归纳 总结归纳的 这个结论呗 他用在哪里比较多 他可以用在测试内控 但是测试内控 对一个自动化的控制 通过创型测试 他只要以两笔 去了解的同时就测试了 他用的最多的 他最大的魅力 就是能够 详审海量数据 能够查5B 能够做分析程序 对的 第5节 第6节秒杀 第5节 是所谓的数据分析 但是它不叫大数据 数据分析 我们一直都有啊 对不对 数据分析这个概念 我们数据分析 我们都要搞数据分析啊 我们对比分析 波动分析 我账户分析 都要数据啊 这没有什么不得了 这没有什么考点 知道吗 没有什么考点 对 我数据分析 对审计而言 是我获取证据的一种手段 我们一直都有啊 连福尔摩斯 侦探案里面都有 数据分析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数据分析 它是一种工具 它是 工具 它利用这个工具 就获取证据呗 对吧 那用在哪里呢 用在哪里 我们用在 我们如果把它作为 大数据分析 我们就知道 可以分析风险点 那么我也可以分析 某些交易 还做控制测试 我做分析程序 对不对 它是一种工具 数据分析 好 第六节呢 没有 没有东西 在不同的信息技术环境下 问题的讨论 这个就不用管 所以本章呢 非重要章题 没有什么内容 我们也不要过分的逗留 但是有几个问题 我们要说清楚 比如说第五个问题 信息技术 是审计的影响 五个方面 对审计范围的确定 有什么样影响 对吧 除此之外呢 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 公司层面的控制 三者之间关系 它不改变 我右手的审计目标 不改变 左手内部控制的目标 好 那么这一章 我们就从 这个下载讲义 浏览这个讲义的内容 当然老师在做这个讲义的时候 已经把第五章教材 砍了很多很多很多 也就是教材的内容 你可以不看算了 你就把这个讲义 把这个内容掌握就OK了 好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我们回答一句话 现实影响 非常重视 影响巨大 只是我们目前 接着到2021年 我们的审计教材 第五章变化不大 如果这一章在未来大改 那么我们往后的考点 就要多一些 是这么一个暂时的情况 对的 好 那么在基础班呢 第五章的内容 老师就跟你强调这么多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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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